吉祥如意 欢迎看直播 欢迎看重播 大家好 我是梁克森 这个网络可能不太好 请大家多多原谅 尽量吧 希望它好吧 希望它的网络好 刚才在开直播的时候 就发现到有一点点 有点小问题 希望接下来没问题 我们每个晚上都教大家一些 关于风水 关于八字的 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说 因为最近还是有很多人 对于梁的压力 想要多了解这方面的学问 那我以我风水八字命理 三十多年的经验 为大家做这个解释 如果你喜欢八字 喜欢风水 那我当然希望你每个晚上 都能够留意 那如果你问我是几点开始 那就不能够说了 因为我一定会开始 但我真没有办法定下一个时间 好像最近一直在 不是最近啊 这些日子都是忙着写这个 这个十二生肖嘛 所以就比较比较麻烦一点点啊 需要多一点时间 所以我们跟大家呢 讲大概三十分钟 现在是八点十六分 八点十六四五分这样子啊 我们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今天的topic 今天的topic是梁 很多人对于梁方面呢 他们不是很理解 不是很理解 怎么说呢 我们现在要知道的这个梁 如果你的梁是acorn acorn的梁 acorn的那个piping 那个不算梁 acorn的piping 这个是不算梁的 要记住 acorn的piping不算梁 那么如果 你的那个是conis lightholder conis airbox 那些都不算梁 那些不算梁 所以 一定要实在的 这个 一定要是那种 call call call的时候呢 那种是 是属于是梁 那种是属于是梁的 这个网络不太好 网络不太好 今天的网络不太好 请大家原谅 请大家原谅 刚才又出现了 网络不太好的情况 它收线不太好 我今天 在这个客房 我今天在客房 所以跟大家 跟大家 说一下 好不好 抱歉 抱歉 好 那么我们今天 跟大家说的 就是有几种梁 不用担心的 一个是空调 一个是空调 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conis conis 这个石膏板 我们叫石膏板 另外一种 是 是LBOK LBOK的石膏板 L字形的石膏板 那种都不算梁 那种不算梁 大家就不用去想太多 好 来 我们继续说 继续说 那么什么样的梁 我们要特别注意呢 所谓梁 我们首先要注意的就是门梁 要注意的是门梁 那么门梁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门梁 知道吗 什么叫门梁 知道吗 门梁 就是在房门 大门 不管是什么门 只要那个地方是有门 而那个地方是经常我们要走进去 或者走出来 有进出 有进出 那个门的上面 那个地方 如果有梁的话 那就叫做梁压门了 或者是说 门被梁压 一样 到底是一样的 这样的情况呢 这个房间就不是 不是不好 而是你要特别去注意 因为你一定要经过 一定要经过这个梁 才能够到你的房间 还有一种梁呢 是空梁 空梁是什么呢 它底下没有门 它就是一个梁 而且看得很清楚 梁最主要的是 就是这种空梁 最主要 就是说 不要看得清楚 这个空梁 我们站在一个小走廊的时候 看到这里有一条梁 而且很明显 越是明显 杀气就越重 影响就越大 越是影响 越是明显 越是明显 影响大 我们建议 建议 年那个地和钱 我们建议 年地和钱 会比较好一些 我们建议年地和钱 会比较好一些 我们继续说 继续说 所以大家在家里面 看自己家的风水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特别的注意 我们能不能够看到 这个梁 就底下没有东西 上面就一个梁 就能看到吗 如果能看到的话呢 就要用地和钱来做化解 用地和钱来做化解 这实在是好事 真的是非常好的 那么左右 左右两旁 左右两旁 要年地和 左右两旁 是最好的 因为这个梁太长了 你左右两旁年是最好的 是非常好的 还有一个叫化粮棒 还有一个叫化粮棒 那个古代呢 是用来寄信的 但是我们那个 现在用来做成化粮棒 那个是非常非常好的 大家就应该要多 注意这方面 还有另外一道 就是从我们客厅 从我们大门 一进去 我们就看到 你客厅怎么有个梁 这个是很明显的 这个很明显 一看就知道了 不管你怎么盖 怎么做 他还是会看到 他还是会看到 那个是 他的影响力比较大 他的影响力比较大 那么我们就建议 年地和钱 还是可以解决 不是不能解决的 大家明白 还有一种呢 有些人喜欢用那种尖的柱子 尖的柱子 来顶一顶 来顶它 可以吗 也是可以的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 这个 我们说的 降魔杵 降魔杵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顶 或者是用一个水晶 一个水晶 来顶着它 来顶一句 可以 这是行的 这是可以的 但地和钱 就比较方便一点点 地和钱比较方便 OK 好 那么 在我们走进我们的房间 还没有走进我们房间的时候 还没有走到我们房间的时候呢 我们要通常啊 现在都是要先走一个小道路 是一个小道 是不是啊 很短很短的一个小道 那么上面呢 有些时候也有梁 也有梁 这种情况呢 都是会影响 但是 只要记住一句话 很明显的 那影响力就比较大 比较大 此外就是我们的大门 我们大门 在我们大门的时候 大门有分两种梁 一种是外梁 就是我们 在敲门的时候 我们往上面看 就有一个梁 就有一个梁 还有另外一种呢 是内梁 内梁 内有梁 叫内梁 就是门 大门进来的时候 才看到那个梁 就两种梁 门外的梁 或者房门 房间门 外面的梁 永远就表示在外 永远表示在外 我们先说大门 在外的意思呢 学生的压力 事业的压力 在外的压力 就会明显的比较多 在内呢 那就是家里面的 这个和群 家里面的和和 通常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进进出出 所以啊 我们才经常说 不愿被梁压 我们情愿被财神经灌顶 所以在进门的时候 用财神经 放在我们的门的上面 内门的上面 有一本财神经 是非常好的 有一本财神经 我本身自己也放 现在点击率都已经十万了 所以这个梁 我不知道是不是十万了 我不知道 点击率我知道很高 就是我们进门 大门啊 我们进门就看到 有梁在上面 有梁在上面 或者没有梁都没有关系 你只要放一个财神经 那么我们进出门的时候呢 至少能够灌顶 虽然少 就是出门的时候一次 回门的时候一次 出门的时候一次 回来的时候一次 是不是 虽然比较少 但是这个灌顶也是很重要的 请问梁师傅 地和钱需要看时间放吗 可以的话 我们就看 那因为地和钱是 本身自己就已经辟邪嘛 都有话杀辟邪 所以通常他们也没有看日子 就是早上的时候啊 或者下午太阳的时候 他们就放 这样子 是无所谓啦 是没有关系的 是没有关系的 你不用担心 好 那么下来呢 就是 如果在我们的 我现在一直在建议大家 除了大门 因为大门是全家人 大门也代表着男主人 比较多的是代表男主人 那么厨房的进口呢 是代表女主人 厨房的进口是代表女主人 所以我每次讲这30分钟的风水 八字的时候呢 我们都希望你们好好的学 好好的听位 只有30分钟 要好好的学 我不要给大家太大的压力 过去我讲两个小时 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因为大家记得很辛苦 记得很辛苦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放重播 是不是 我们等一下会放重播 也就希望说你们能够 好好的 持进来的人 一定要看重播 好吗 然后感恩 感恩你们 看重播还在分享 真的是非常感恩 感恩 感谢 谢谢 谢谢 好 那么 当然有你们的分享 我在讲风水 讲八字的时候 我就比较 比较有信心 那么我也觉得说 别人比较喜欢 那么多的新贵人上线 那么老贵人 他们就一直 一直一直一直在学的 甚至我们里面 也有一些专业人士在学 这个是无所谓的 凡是什么东西 都是大家一起分享 对不对 30多年的经验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我不分享给你 我分享给谁 但我分享给你 我也希望你能够分享 我们这个直播 大家也知道原因就是因为 能够让更多人认识我们的公司 在大巴窑 我们这家公司在大巴窑 我们电话号码 六四四三二一三七 六四四三二一三七 好 那我们再继续说 那现在我比较关注的是 除了大门放财神经 能够灌顶之外 我们也建议你们 在厨房 走进厨房 走进厨房的时候 走进厨房的时候 走进去了 就是厨房 从客厅走进厨房 站在厨房的门上面 你可以看到也有一个小墙壁 那个你也可以在门的上面放一个材神经 那么我们去倒一杯水也灌一个顶 从里面拿一个水果出来也灌一个顶 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 另外呢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梁啊 要注意 如果是大门的梁 有分两种 一种是外梁 一种是内梁 外梁就是出外的问题 内梁是家中的问题 但是厨房呢 厨房客厅走进厨房的进口 如果是客厅走进厨房的进口 厨房的进口 厨房的entrain 如果上面有梁 上面有梁的话 通常夫妻啊 沟通方面呢 要进步 要慢慢的沟通 千万不要吵吵闹闹 那么如果是 这个厨房里面 你走进厨房的那个entrain 你走进去的时候 你一看 有个梁 在厨房里面 你看着 走那个entrain 在厨房哦 你站在厨房 你看厨房的那个进口 上面 那个门上面 是不是有个梁 站在厨房 看到有没有 看到那个梁压到那个门 没有 没有就很好 如果有的话呢 这个太太的 这个心灵啊 是比较容易受伤的 就更要去 去懂得怎么样 去跟你这个太太啊 讲话 或者女儿 女儿 所以这方面是很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把它记好 没关系也可以看重播啊 记不住也可以看重播 一定会让你记得住的 那么房门 房门 房门 要分两种 一种就是 我们在敲房门的时候 你的孩子啊 是不是在睡觉啊 你的爸爸妈妈 是不是在里面睡觉啊 在外面敲门的时候 你看上面有没有梁 如果说外面有梁的话 他们的事业 他们的学业 他们的等等等等 在外的压力 是特别大的啊 特别多压力的 所以要怎么办 怎么化解 除了年底和钱 也要懂得怎么样跟家人沟通 风水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啊 看了风水 把家里弄得整整齐齐 要懂得怎么样沟通啊 要懂得怎么样沟通啊 就像我一样啊 我现在在这个房间 是一个客房 塞 这个是我们的客房啊 我也是一定要保持的干干净净的 看到吗 我不知道你们看得到吗 一定要保持干干净净 很重要 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是一个风水师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老师的要求是什么 我梁振决的要求 跟我学风水 三十多年的经验 四十年的经验 我分享给你们 我只要求一点 就是对家人一定要好 这个磁场啊 是千斤难买的 千斤万斤万两都难买的 这是很重要的 每一个人都有压力 对不对 不能说有压力 回到家的时候 就不顾家人的感受 那也不行 特别是儿女 儿女的压力也大 是吗 但是回到家的时候 能不能够 把一切都放下 带着笑容 开心一点 对家人好一些 对家人好一些 对家人呢 也不要给 给于家人 让家人对你的生活 或者外面的事业担心 是不是 所以风水 最重要的 就是家庭和合 最重要的 就是要家庭和合 所以我哪怕说客房 我也是把它做成 是一个非常舒服的 那么客人来的时候 或者说我的妈妈来的时候呢 这就是我妈妈的房间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要注意 门很重要 门 门 房门 内 如果说房门的外面 有梁的话 那么大门外面又有梁 哇 他的压力是挺大的 他的正能量 时常都提不上来 因为有两个压嘛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房门里面有压 那这个人呢 他很多事情都会收在心里面 他也不见得会把事情给告诉你 那么爸爸妈妈是最不希望这样子的 实际上呢 老公老婆很多时候啊 他们的心里面有存放着很多的压力 心里面呢 有存着很多很多的那种想法 或者是自己工作受很多委屈 他也没有办法一一的去跟他的另一半讲 而不是他不讲 他是不知道怎么讲 其实要长话要短说 尽量把让你的你的另一半知道发生什么事 是不是 千万不要说明天才说 千万不要用这个字 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明天到底怎么样 我过去有跟大家打个比方 如果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 请问今天是你的最后一天 或者我们这么说吧 明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 请问你今天想做什么 想去外面shopping买东西 还是想要去大吃一顿 如果明天是你最后一天 今天请问你要干什么 有没有问过你自己 其实最好的就是家人全部都回来 好好的坐下来 把晚餐给吃了 把话给说完了 把事情交代了 那明天就算离开了 你也会离得很放心 离开得很放心 你说是不是呢 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我这么说 但是我们人总是认为 明天还有明天 那就珍惜就离你很远了 珍惜就离你很远了 所以风水到底是什么 怎么说是迷信呢 是这个人把他搞得很迷 这个人把他搞得很迷信 把他搞得非常非常的迷信 那么我们这无形中 钻进去里面 我们也搞得糊里糊涂的 稀里糊涂的 迷里迷信的 这样子的话 就不一定会得到你要的成果 结果 好 那么我们再说一下 今天的那个主题 就是我们说的 所以啊 刚才我说的啊 门被压 内外 急伤 门被压 不管是房门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大门也好 或者是 只要是门 然后这个门呢 我们每次走进走出 这个门我们每次走进走出 的话 这个门每次走进走出的话 我们就叫做门被凉压 门被凉压 内外急伤 急是疾病 伤是伤害 伤是受伤 伤是受伤 所以内外都很容易受伤 不管在外在内都很容易受伤 特别是小孩 特别是小孩 大伤小伤 大鸡小鸡 都是经常有这些麻烦 所以我们尽量在风水上 我相信 我也提供给大家 我的经验 个人的经验就是 门被凉压的情况是这样 要特别的注意 那怎么化解 真的很容易地和钱不是能化解吗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在我们的门的上面 在我们的门 门的上面 就是你开门的时候不是这样开门吗 对不对 我们开门的时候不是这样 开门 开门 这样对不对 上面 上面 你开门的时候 这个上面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木门 木门这个地方 应该年十二个地和钱 应该年十二个地和钱 这是很好的 年十二个地和钱有帮助 对于进进出出 里里外外 门凉化煞 都是很有帮助的 都是很有很有帮助的 那么另外一个叫床头被压 床头是不能被压的 床的后面 床的后面 尽量不要有缝 床头的后面尽量不要有缝 我就打个比方 讲给大家看 看到吗 这个床的后面尽量不要有缝 这条不要有缝 不要有缝 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我给大家建议 最好不要有缝 所以我们说 床头被压 就是上面 有这个石 有这个砖 压住 不是Cornis 也不是L Box 记住 不是Cornis 不是L Box 所以床头被压 心神一慌 心神很容易慌 也就是说 有些时候你想静静休息 都不容易 你想静静的休息 都不容易 所以这叫做精神一慌 很容易慌张 甚至呢 这个梦也会特别多 这个老人家 或者说情绪有很不容易控制情绪 或者你的工作是一个很紧张的 你的工作压力特别大的 那么你尽量的避免被床头被凉压 所以记住了 床头被压 心神一慌 那么人被孕压呢 人被孕压是什么意思呢 做事紧张 人为什么会被孕气所压住 为什么 其实意思就是 你在走的孕 不是一个祥和之孕 不是好孕 你所走的孕是比较 比较不好的 比较走晦气的 那么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孕是好呢 那就要看你遇到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 你听到的事是什么样的事 你见到的物是什么样的物 你说出来的话是什么样的话 这是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是很重要的 你如果专听那些 你如果专听那些 专听那些 专听那些 你不可以说这个耳朵很聪明 不可能 只是说耳朵也有智慧 有智慧的耳朵是怎么样分别 他听该听的 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自导自演乱七八糟的东西 他不听 他也听不下 如果说你不听 你不听 那么你还在练 你的智慧不纯 你还在练 加油 那如果一听就不舒服 就马上要离开的 不舒服 张三李四的东西 一听就不舒服 马上要离开的 那种是非在他的耳朵 根本不能逗留一秒钟 一秒都不可以 一秒都不可以 这种就是耳 耳根是非常有智慧的 那么眼睛呢 眼睛看的 如果是一看就不好 他就马上不看的 有一些人还会在看 看看看 看他差不多 突然间醒过来 不要管这些了 他们才不看 也可以 但是这些也是在练的当中 真正的高明的 高明就是非常有智慧的 他列到一个程度了 他看到一些不对的 他马上不看 那是你的眼有智慧 说话 如果说着说着说着 说到是非去了 然后又说着说着说着 我就不再说了 你还是有说 但是到了一半的时候 你会觉得 我怎么说那么多呢 不该说了 那恭喜你 你还是很成功的 你的智慧还是在练的当中 如果没有是非从你的嘴里出来 那你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甚至还有福报 有智慧还挣到了福报 所以啊 我们的眼耳鼻舌生意啊 都充满着智慧 也就是不沾有是非 你不沾是非你就有智慧 你只要沾到是非 你就是一个很麻烦 让对你的运势就很麻烦 你想要好运 唯一的方法要接触正能量的人 你不接触正能量的人 那很难 所以风水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不要让我们的运势 好的运势 每个人都有好运 好运没有 没有 一个方法 没有一个方法 但是好运有方法流失 好运是有方法会流失的 我们要小心这些方法 不要去沾到这些方法 说是非 说一些有的没的 有些时候很多人很敏感 他只要跟这个人一在一起 他的运就好不到哪里去了 真的吗 是真的 这些 一定要靠你们自己 我不能在你们身边保护你们 你们一定要懂得怎么样保护你们自己 那我凭什么这么说 我一定要把我自己的风水看好 我要把我的家庭生活做好 然后用风水的方式 大家都知道我整间家都是用风水的方式 来看好我自己 来装配我自己 对不对 这样我才能够跟大家 跟大家分析 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跟大家说 有一个贵人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他的孩子 他的爸爸 他和他的老公都是老师 但是他的孩子 他却教他孩子却教不会 他说这样又怎么说 这不是不是你的问题 教书 是你站在课室 前面有40到50人 或者30到50人在你面前 你这样教 你把你懂的写在板上 那么一个人对40、50个人 和在家一个对一个 而且天天对他是不一样的 你如果看到刘德华 你会觉得很开心 哇 英俊潇洒 人又心善又好 对不对 你会很开心 但是如果你跟他住在一起 天天见面 你就没有那种喜悦感 我不知道大家能明白 不明白 所以那些做老师的爸爸妈妈 加油 你已经尽力了 真的 你已经很尽力很尽力了 很尽力了 各位老师 你们已经很尽力了 你可以把学生给教得很好 但你未必能把你孩子教好 因为他天天看着你 天天看着你 那么你们教他的时候呢 让我们建议 你一定要启动他的文昌尾 而且家里面的文昌很重要 家里的文昌很重要 一间家的文昌是需要去找出来的 需要去找出来的 个人的文昌和家中的文昌是不一样的 个人是个人的文昌 我告诉大家 个人的文昌就是你把东西交给我 我会运用它 我会懂 你告诉我苹果 你教我苹果 这个是苹果 我把它记下来的 How to spell apple 你会把apple spell出来 这个就是自己的文昌位 当你有安抚一些东西在你的文昌位的时候 那么你不但知道apple 你还知道orange 你还会就是过目不忘 你会在面对考试的时候 会有很大的压力吗 但是你会减少你的压力 去面对你的种种的考试 这就是安文昌 自己的文昌 家里的文昌不一样 家里的文昌 它会让你的环境比较好 它会让你的环境比较好 它会让你呢 就是你的学习的道路啊 暂谈 暂谈无阻 它会让你 没有那么多obstacle在你学习 这个是家里的文昌 在那边加持 然后再拿给你 我很少去用九指飞行文昌 我很少跟人家看九指飞行 很少很少很少 原因是什么呢 只有一个原因 那是因为它会变动 它的变动力比较快 比较快 而且比较大 但是今年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放这边 明年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放这边 后年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放这边 这样子 每一次我去的时候 就跟你收一个 三百两百这样子 一间两百 十间多少 一百间多少 那么 继续每一年 你们一百间 都一直要叫我去的 所以 我们看的风水就是二十年 就是二十年 所以 2024年就快到了 大家一定要赶快 在你的大门 进大门的第一块砖 想办法 第一 不要有一条线 就是两片砖左右一片 中间合起来就有一条线 那个叫空王线 不可以有 建议不要有 那么第二 把它给敲起来 埋地 在你踏进门的第一块砖 下面要埋一些东西 我们建议你们埋裸盘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的 好了 那么今天8点52分 也超过30分钟了 希望不耽误大家 不耽误大家吃晚餐 好不好 在这里谢谢大家 感恩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记得多分享 还有 一定要去点关注 好不好 要点关注 好 希望呢 来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 希望你们能够去 点一点这个KX大家庭 KX直播大家庭 KX风水 KX八字 希望你们能点播 然后我们有Facebook的 Facebook的这个 这个 我们的 我们的 账 这个是叫什么 我不知道应该是叫账号吧 我们的主账号 这个主要的账号 跟我买的水晶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东西 卖的吉祥物 都是由我们开光加持的 所以 希望大家能够 能够多多支持我们KX 我们的电话 六四四三二一三七 六四四三二一三七 大家晚安 接下来 拜拜 记得分享哦